作曲 李宗盛 情中花 水中月 虚无缥缈人挂念 江路漫漫 回忆回袖看淡 这山河万里 天阔云间 险不倦 光不眠 愿此生无恙 终可见 情容谈笑间 战胸出面 牵手踏破了流年 盛沙飞扬 一曲未尽破硝烟 风起平雨 声音与你并肩 我愿意朝著梦 万世诸空 天不遂人缘 情中涂疼谣言 窗前半失恋 跨越爱恨情谦 声色指点 欧手这一边 笑看风起云圈 义无畏领域 人间 偶然 罩文起云 顶着 美丽 山河万世语 云 你终于醒了 你可认得我是谁 你是孟晚月 是君北月的娘 既然你认得我 那我就不兜圈子了 知道吗 是我救了你 这是在哪儿 央山 央山 你为何带我来这里 东陵太子果然傲慢 我可是救了你的命 你竟然连声谢谢都不说 你救我 你到底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我是结界师 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被身体里的结界 封住了元气 才得以存活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恐怕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当初你被封印元气的时候 唤醒了体内的五行之源 使你的功力大涨 你没发现吗 五行之源 对 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元气 有五行换化 只依附于天选之人体内 千年难得 而你 就是那个天选之人 没想到跟踪韩子晴他们来西里 竟有如此收获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是因为这个才救我 聪明 千年难得的五行之体 若不好好加以利用 岂不辜负了上天的锤爱 所以你要杀了我 傻孩子 我怎么会杀了你呢 不瞒你说 我为南昭大国师下了一种咒毒 而这种咒毒 若不定期服用解药 就会令我修为尽尸 而现在好了 你的五行之源 可助我化解重度 冲破桎梏 做梦 行了 别白费力气了 你现在元气大损 没有我的帮助 你是走不出这个山洞的 杀孩子 你是杀不了我的 别忘了我是结界师 可瞬间在自己身体上布下结界 你的五行之源 我要定了 知道为什么 待我破解了体内的咒毒 就可以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韩子晴 你很熟吧 你要做什么 你果然对他有气 那我就更要告诉你了 待我化解了咒毒 第一件事 就是南韩子晴练人魁 他可是龙渊大陆 唯一的孤岛血脉 也是我的另一个天选之人 你不许动他 你不许动他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 玄渊丽哥 你就自求多福吧 你不许动他 把这公子 多谢你救了我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这还不是小事一桩 这可是无邪神剑 唯一能走的路 无邪神剑 那里央山有十里 孟岛月带着受伤的 玄渊丽哥 肯定跑不远 肯定就在这个山里 殿下现在很危险 我想马上找到他 这老太婆子 他要想避人耳目 肯定躲在那种 不起眼的地方 我跟你说 那个就像 我能感觉到他在妖气 走 去看看 我能看他在这儿的地方 我能看我 我能看他在那儿的地方 臭小子 你的五星之源只剩最后一剩 不但我将你这五星之源全部洗光 你也就功德圆满 可以安心上路 我看你们手我都不再烦了 玄丽哥 望月你要干什么 殿下 你怎么了 放开我家殿下 放开我家殿下 殿下 放手啊 白门正式在能收拾你 放手出老太婆 我叫你放手 殿下 你不是小梦啊 殿下 你就可以来看看我不是小梦啊 殿下 你放开他 五星之源 放手 你竟然将体内的五星之源强行催动 你 竟然想与我同归于尽 殿下 放手 玄相 玄相 离开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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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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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丽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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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娘 不好了 千千公主突然晕倒了 走 去看看 顾太医 她怎么样 鬼娘娘 千千公主多日来 仇怨欲戒 不思隐事 身子骨十分的虚弱 从脉下上看 也太为凶险了 怎么办 快点办法呀 我已经给她增加了药量 要想转危为安 就看这两日了 让她们 锦谦 穆 你 一定要好起来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呢 锦谦 可 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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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别丢下我 浅浅 子晴 我刚刚梦见浩南了 我要跟他走 可是他不让 他越走越快 我追不上 子晴 我好难过 快 给他擀上冰片 好 浅浅公主 你这病是由于幽丝而起 爱卿 爱惜自己的身子呀 晴晴 你别难过 你还有我们呢 我们都会陪着你的 你一定要把身体养好 等你身体好了 我们一起去给浩南报仇 好不好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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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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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呢 殿下呢 她 被她杀了 我要去见殿下了 那个女人对殿下做了什么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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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未经我的同意 擅自带银沙兵进宫西陵 结果被人掳去 落得这个下筹 皇上 我们要给太子殿下报仇啊 她是被君备月的娘给掳去的 可是那个女人现在死了 这个仇 我们要找君备月去报 皇上 算了 离哥从小就不听我的话 他有今日 那是他骄游自取 皇上 如今东陵的实力 怎能与天鹊对抗 再说了 我从来没有把希望放在离哥身上 他就是一个将死之人 早一天死 晚一天死 又有什么区别呢 既然他已经死了 那我就立银月 为处境人选 明日宣长 退去 王上 滚 却不给我滚出去 女王陛下说 说事务繁忙 近日公主不必前去秦安 我要找她问清楚 公主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公主 女王陛下有令 未经允许 公主不得外出 公主 我是堂堂的嫡出公主 难道你们把我都罪人不成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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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现在正在设宴 你现在要是闯得去 会闯大火的公主 你说什么 公主 设宴 设什么宴啊 陛下打算立银月公主为处军 今日大言宾客 就是为了宣长 立银月为处军 银月还是个孩子 今年才五岁 我才是她的嫡长女 公主 我才是她的嫡长女 公主 公主得罪了 公主 公主 现在已经不是咱们能呼风唤雨的时候了 公主 现在陛下有了新的继承人 公主 你要是这样闹下去的话 会有性命之忧的公主 我才是她的嫡长女 公主 下了你们狗眼 连我都敢拦 放下 原来是秦嬷嬷 嬷嬷息怒 这是陛下的安排 属下也不敢违背啊 她好歹是个公主 她现在失了事 你们就这样对她 她万一东山再起了 你们是有几个脑袋 能在肩膀上搁着 放心 我就进去说几句话 说完就走 不会让你们为难的 那嬷嬷快去快回啊 把门去 公主 公主与其在这里伤心 不如想办法自救 你怎么来了 听书公主被军阻 我过来看看 你是我哥哥的人 历来看我不顺眼 你就不要在这夹行行的了 当初你和你哥哥相斗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讨厌你 可是现在想想 那样的相斗 也是美好的 因为 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你什么意思 你哥哥他 我哥哥他怎么了 他死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说他死了 是的 他死了 不会的 他的身子才刚刚好一些 他怎么可能会死呢 我预想问这个问题 他的身子已经好了些 可以活得长久一些 甚至可以继承东陵王位 他怎么就死了呢 殿下 我的殿下 殿下 他是怎么死的 他是死在军北月娘的手里 怎么会这样 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声对不起呢 怎么会这样呢 你想给你哥哥报仇吗 一直以来 我都以为我才是继承母上王位的不二人选 没想到我跟哥哥一样 只不过是母上那颗棋子怕了 原来哥哥早就看透了这一切 才会那般反抗 可是我却一直与哥哥作对 你哥哥 是被军北月她娘害死的 可是那个女人现在已经死了 所以这个仇 我们得找军北月去报 还有那个韩子晴 要不是哥哥对他用情之声 就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 秦嬷嬷 我要给哥哥报仇 我要让他们所有人 全部付出代价 嬷嬷您慢走 今天谢谢你啊 站住 干什么去 我有个东西 拜托朝夕公主代为保管 让这丫头随我去娶 那公主她 公主睡了 你这小子 莫不是又想要我的买路钱 你如此贪婪 小心我找你们将军告你的状 走 走 娘娘 还没有消息吗 自从轩原公子在西凌王城失踪后 我们的人一直追踪不到她的消息 听说天阙那边也在找她 禀娘娘 东霖朝夕公主求见 轩原朝夕 带她进来吧 是 陈女娘娘 抢妃公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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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太合规矩吧 亲妃娘娘 冒昧打扰 确实有要事相告 何事 但将无妨 和你 奶奶奶 老奴知道 您与我们殿下相交甚好 如今我们殿下 身遭不幸 世故无存 秦妃娘娘 你要给她报仇啊 你说什么 西陵游王城一战 我哥哥身负重伤 被韩子锦追杀 不知所踪 后来秦嬷嬷亲眼看见 我哥哥从杨山的悬崖上 跳进武邪身间 娘娘 不可能 不 不 公子他不可能死 我不信 是真的娘娘 是老奴亲眼看见的 我不信 我不信 公子他不可能死 若不是那个女人 阿丽是不会死的 都愿那个女人 我恨那个女人 我恨那个女人 若要报仇 我们就要想一个办法 把那个女人引过来 赵夕公主 秦嬷嬷 你们可知 离哥之前是用什么方式 跟那个女人联系的 我知道 阿丽过去 有一对传音时 后来给了韩子晴一个 这是另一个 这传音时是我送给他的 没想到他竟送给那个女人 离哥 你就算是死了 你要再伤我一次吗 秦妃娘娘 切勿被挨 阿丽只是被那个女人蒙蔽了 才会看不到你的好 私人一事 你就不要和他计较了 我怎么会跟他计较 等我替他报了仇 我也没有活着的意义了 没想到再见到此物 却是如此的惊醒 韩子晴 你收了我的东西 那就用命来还吧 这个法子能否成功 现在还不确定 但我想一个万全之策 以便将韩子晴引过来 成功抓住他 你们先回去等我消息吧 那就拜托清妃娘娘了 师父 您老人家回来了 我走这几天 宫里很有什么动静 清妃娘娘 曾秘密向宫外传递消息 弟子暗中截获了两封 请您过目 没想到 这个女人居然与东陵太子有染 还以封封信催他现身 东陵太子 他不是在西陵王城战败之后 便失踪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难道娘娘不明白吗 还是娘娘在装傻 国师有话请明言 本宫是真不知您在说什么 你背叛了王上 你背叛了王上 难道还要老夫亲口给你复述一遍吗 本宫没有 这是娘娘亲手给东陵太子轩原离歌写的信 难道还要我给你读一遍吗 娘娘平日在王上身边适合 为何有心援一马牵挂着别的男人 王上若是知道了 该当如何 事已至此 对也怕 错也怕 我也没什么好辩解的了 但求国师高抬贵手 给我点时间 让我亲手杀了韩子轻 待我了了此心愿 任由国师处置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确实 韩子轻乃孤岛余孽 他一日不死 王上便一日寝食难安 那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法子 南昭与天雀局势紧张 韩子轻病人十分警惕 不敢离天雀半步 唯有轩原离歌能令他涉险 当真 此前 本宫已派人将此处清理干净 就等着韩子轻上钩 如今有大国师帮忙 就更加万无一失了 这是怎么办 清妃娘娘果然好寂寞 老夫真敢早些与你合作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轩月丽哥 你到底在哪儿 你怎么能杀了浩南呢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朋友 这是一对传音石 即使相隔千里 也能相互传音 你把这个传音石 卡在琴弦上 当你开始弹奏 即使我在千里之外 也可以通过这个传音石 听到你的弹奏 我就靠你了 这这个传音器 在你身边 都是阳子 都在你身边 你现在已经研究了 你对我 是阳子 就更能杀了 你 Franken 是这样子 就更能杀了 你快乐 叫我来 你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你怎么回事 李宗盛 血忠我不是以前拿回来了吗 娘娘 红衣 你先出去 是 子晴 你怎么来了 我好像知道轩炎离歌的消息了 他在哪里 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是轩炎离歌送我的传仪石 刚才他有动静了 只要顺着这个声音 就能找到他的位置 走 我们去找他 不行 你现在病刚好 不能冒险 我一个人去 不 我要跟你去 我恨不得现在就要杀了这个狗贼 不行 现在情况还不明确 我一个人去的行 子晴 难道你是打算去救他吗 我就知道 你跟那个狗贼交情不一般 怎么会为了浩南大义灭亲 是我看错你罢了 浅浅 我和轩炎离歌 毕竟是曾经的师徒和朋友 我一定要先找到他 问清楚事情的真相 若真是他所为 到时候要杀要寡随你处置 浅浅 我一定让他给你个交代 要不 你等四王子回来 商量一下再去 现在血症明明在我这里 声音怎么传过来的 我担心 南六 应该就是这儿 你在这儿等着 我进去看看 好 好 南南 小心一点 好像是结界 难道离歌和孟晚月真在这儿 原来是你家高官 四王妃 你总算是来了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轩炎离歌呢 死到临头 还记管着别的男人 以后你也不用再贪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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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四王妃 别来无恙了 你今天走不了了 四王妃 你可知道这是何物 他叫士灵珠 已经等你很久了 你拿个破球就想来控住 莫小 莫小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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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熙 殿下 你怎么在这儿 对不起殿下 是我没有保护好娘娘 她怎么了 她的崖山山东失踪了 顾熙 带路 走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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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是这儿 我新来已经是第二日了 这里什么都没有了 只在附近 发现了四具难照避的尸体 譬如所见 当中的才能起 Li 那是以慕指数 这三是那种 二三是我 给你足够的尸体 一样的尸体 哪一样的尸体 一样的尸体 要是尸体 依然经营了 尸体 都怪我 当初 我应该阻止子晴的 都怪我 子晴的孩子就是主意大 你拦着也是没用的 好了 不苦了啊 四王子 我们要赶紧想办法 救出子晴啊 大和事 对对对 大和事 他强迫我们兄弟俩 他想要去信誉他 他说 他要寻找什么法剂 和使用方法 法剂 子晴孤岛人 难找人鬼 北月 你怎么了 不行 我们一定要阻止南昭的阴谋 好 算我一个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一定要救回子晴 既然要宣战 算我一个 你帮我出去 人 到我出去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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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 宇宙 大高 老大 男人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王上以下圣旨令我攻打南昭 此战危险重重我们需计划周小 殿下请放心 南昭一直用焦族保卫海岸线 我金焦一族虽然已经没落 但毕竟是焦人族的王族 焦人遇到我们不敢造次 尽管焦给我便是 好 明泽 卑职在 传我的命令下去 北疆的虎军加强防守 确定要保证北疆的安稳 这样在战时 才能够解决咱们的后顾之忧 是 四王子 我也要给你上战场 你不能去 慈情不在 我必须要保证你的安全 你乖乖在府中等着 我一定会把他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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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乎 我一定会把他救回来 爱推开心的窗 像沐浴着花香 修复着欣赏 远同独城市的沧桑 岁月入睡静静淡 汇聚成海淹没了 荒凉被日月轮回 前期的风浪 冲刷旧日伤心泪光 月流过船头思念的墙 蔓延到有你在的地方 人地久天长永世不忘 划过夜空伴着月亮 月流过穿过黑夜迷惘 照亮我曾经找到你的地方 人地久天长 人飞也隔世中央 划破时光飞到你身旁 月流过穿过黑夜迷惘 月流光 穿过黑夜迷惘 划破时光 划破时光飞到你身旁 划破时光 划破时光飞到你身旁 月流过穿过黑夜迷惠 寻规云 感谢观看